早晨起床一看,今天又是个雨天呀 昨天晚上下了一夜 本来计划是今天早晨就离开襄阳 继续往南走的 但是下雨的话也不好走 咱开着房车出来玩也没啥急事 就不着急走了 这就是天意的安排 不让今天走 下雨天就适合待在房车里边睡觉 所以我今天也没叠被子 把被子就这样铺了一下 把衣服叠一下 昨天洗的衣服已经干了 换上鞋 现在出去跟李总吃早餐 垂锅炉就不关了吧 开着去 哇,外边冷啊 哎,没了 走车来迟了 人家已经收摊了 来迟了 人家10点钟以后就没了嘛 还想着今天下雨是不是能关的迟一点 我俩又回家骑上了电动车 找了一家稍微远一点的牛肉面 试一下 来了 香阳 第8天了 吃了第7栋牛肉面 这牛肉面确实好吃 我跟李总都是甘肃人都喜欢吃兰州牛肉面啊 但是吃这个香阳肉面 还是能吃得惯 感觉还是非常好吃 豆浆安排一下 每天一栋牛肉面 不辞愿做香阳人啊 免费豆浆 免费小餐 7块钱的香阳牛肉面套餐 带两个蛋 太实惠了 实惠又好吃了 豆浆无限续杯 豆浆无限续杯 小菜无限续盘 吃完饭又去了一下超市 买了一些调料 调料收纳在调料盒里 里边 又到下午饭点了 下午我做饭 做面片 两个人的面 就是不好弄啊 揉着有点费劲了 好像稍微干了一点点 把遮阳盆打开 一会儿在户外造成下面 一会儿在户外造成下面 小手电 吸在这个地方 吃面片当然少不了臊子肉的 热上点臊子肉 锅好像已经开了 赶紧切面 切面揪面 现在就是揪面的手法还不是特别好 这手法咋要 可以可以可以 手法干脆利落 你看我揪的那都是特别大的 上去拿漏勺 开锅了 可以了熟了 好 香是香 就是今天旁边少了个人 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 小姐也不在我们这个 饮食标准直线降低啊 一人一碗面加一个菜 哎呀 刀工确实厉害 看这土豆丝切的 户外灯关掉 电视机打开 听着新闻吃饭 吃完饭洗完锅 现在把房车里边打扫一下 先吸一下灰尘和小沙子 再用抹布地擦一擦